我們曾經報導過,有內地的不良商家在網上兜售動物盲盒 事件曝光之後,那類產品紛紛從網店平台下架 但日前在四川又揭發有人懷疑速遞過百合的動物盲盒 多隻小動物在運送途中死亡,再由張偉聰報導 貨車內傳來動物淒慘的叫聲 速遞單上顯示的,是精品混血,德國牧羊有犬 而賣家備註的一百,懷疑是售價一百元的盲盒 警方和動物保護部門,在暗中調查超過半個月之後 星期一晚,到現場突擊搜捕,將這些小貓小狗,扣查和檢疫 翻查這些包裹的單據,可以發現這些速遞大部分 來自成都的三聯花鳥市場,目的地遍佈全國 每個速遞都用袋包著,令到裏面的小貓小狗呼吸更加困難 被發現的時候,很多都已經驗驗日式,有四隻更加已經死亡 但速遞人員就好像沒什麼感覺 我只靠這個衛生,我是做這個生意,有人找我發火我就發 目前,這些小動物被集中安置在當地一個寵物城 在義工照料之下,小貓小狗的精神已經好了很多 如果檢疫結果合格,將會轉至寵物之家安置 負責運輸的中通快递,星期二對事件作出回應 承認有門店違規收貨,會暫時關閉攝氏的門店 並將四川省負責人停職,扣除全年的職效獎金 公司內部也展開培訓 但網民對回應表示不滿,認為有關行為已經觸犯法律,應該承擔法律責任 不過,當網民都認為有人涉嫌違法的時候 相關執法部門就在互相卸責速遞門店所在的警局說 他們無權處理事件 但成都市,農村水利局就說,現在還沒有處理結果 央視就發表評論,說一些人將快樂建築在動物的痛苦之上 是對人性的背離,呼籲民眾遵從人性,尊重法律 有先電視記者將為聰報道